政府近年发展艺术科技,一群从事舞台技术及设计的人员好像被忽视 舞台设计师徐石鹏,争取业界获艺术发展局,性认为独立组别 他又策划科艺艺术节,希望向公众展现,舞台技术及设计工作者都可以独当一面 其实,科艺艺术节本身有几个原因 首先,我们大概十年前,争取成立科艺界别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界别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也有几千人在行业内做不同的舞台制作 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被外界或政府去理解我们的界别 另外,我们觉得我们的协会其实都参加了布拉格四年展很多年 由1995年开始到现在,明年2023年,又会再参加 我们看了世界各地,对于科艺的创作,其实已经有更多不同的面向 也越来越不再是单一的典型的剧院的演出 也可以将舞台的布景,灯光等等各样的设计 或者是一些媒体设计,甚至是舞台技术,推向一个艺术的层次 我们希望科艺艺术节可以参考一些外国的例子 令到观众可以理解或者明白,可以看到我们做的一些小型的科艺实验 其实科艺的一些意念是可以是一个演出的 最主要就是这两点,亦都希望公众可以有更多类型的艺术类型 可以欣赏到,不只是以往那些类型 疫情期间,行业遇到不少困难 这些困难,为何令徐石凭认为整个行业更有独立成一个界别的逼切呢? 疫情期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同行,他们都是演出可能是排了的戏 或者是做了的事情,最后演出不了,很多都是可能是那份合约是没有写清楚 所以有些是得不到英勇的保障 或者是预留了期期,最后是没有了演出 或者是延期,延期因为他们持有了期期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可能剧团或者政府去请他们去工作 就会觉得那个是延期,所以就没有赔偿 但是那个阶段都要生活的 所以我们觉得合约是欠缺了保障 但是我们去我们的协会 去回政府文政事务局那里 因为他们咨询,我们去开会去谈的时候 我们都发现原来文政事务局 是对于我们的行业的人数 或者是公众的理解不是很足够 所以我们是就着这个疫情 希望是也都开始建立了一些渠道 和政府去沟通 让他们知道在未来再有类似事件出现的时候 他们有个数据可以去 由这些数据可以知道那个撥款 或者资助是可以怎么去做